佩普,篮鞋用这样的方式寄暖的人心,又间接拒绝了辽明的请求大家好,我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编,希望大家关注我一波,关注了,我就是你的人了。 雅加达亚运会落下帷幕,中国篮球领队也是姚明在篮球赛事上,取得了四枚金牌的大满贯,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成绩,相比较上一次亚运会,姚明的这次改革真的是对于中国篮球一大利好,取得了好成绩姚明立即表扬为国出征的各个俱乐部的球员,而且是非常正式的感谢韩,个人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正确的事, 不但提高了运动会员,个人的积极性跟荣誉感,也让各个俱乐部有了一丝安慰,辽宁队晒出篮球协会,表扬刘志轩不负重望的感谢信,这一份感谢信是一种肯定,不仅对刘志轩,更是对辽宁队,毫无疑问,比起那些莫名其妙的罚单,感谢信才能刺激中国篮球,朝着更美好的未来比例前行,前段时间,辽队为了参加在克罗地亚, 举行的扎达尔锦标赛,更好的锻炼队伍,辽队已经向蓝鞋申请蓝队的郭爱伦,李小旭和韩德军提前回队,随队一起参加扎达尔锦标赛,但是蓝鞋一直没有给出回应,如今,蓝鞋一封感谢韩发给辽宁,把辽宁队树立成一个榜样,挤足了辽宁队面子,辽宁方面还怎么好意思 继续申请蓝队放人呢?这一次也是让各个俱乐部对蓝鞋竖起大拇指,没错现在的中国南蓝半支国家队称霸亚洲,这或许真的是中国篮球的盛事。 对此,网友大海说,姚明这情商聊得网友随风说,无所谓,反正辽兰到时候俩外员带一群替换被吊打,别骂辽兰就好网友嘻嘻说,中国篮球还是要走出去关注我一下,路上天天捡钱,游戏天天出货,小姐姐爱上你,天这么热,小编正在努力的马子,你的一个点赞,小编姐姐就能赚三分钱,三分钱也是爱, 给个小心心,本文属于小编原创,别无他处,原创声明,亲全必揪,谢谢大家的阅读,转载务必请标明出处。